晚上11點來 繼續收看我們的 2300全球夜線新聞了 衝起來 衝起來 衝回哪裡呢 趕快衝回YouTube中天 電視頻道主屏這邊好不好 聽說現在子頻有超級多人的 趕快子頻來跳回到主屏 來看我們的全球夜線新聞了 看2300全球夜線新聞報到的 來幫我喊加一喊一聲又好不好 等一下馬上就來點點名了 好 在點點名之前 我們先看到了 南迴線電氣化通車才三個月 結果在今天下午3點 卻傳出了由電力設備故障的問題 整個主吊線的段落 然後加入還有封野的路線 也是一度的中斷 旅客通通氣炸了 控訴列車竟然還倒著開 而台鐵也是極力的派員搶收 花了4個小時才恢復通車 一共影響了14列車 還有3444名旅客 火車竟然慢慢逗退路 三輛台鐵列車停在軌道上無法前進 旅客無奈只能下車 所有的旅客都下車出來透透氣 已經將近兩個小時了 旅客一肚子怒火 好好的行程 卻因為台鐵主吊線段落通通延誤 所有列車都停在大午車站在附近 事發在27號下午3點多 加入到方野間電力設備故障 由於該路段只有一線 被搶銷的電力維修車進駐後 造成環台鐵路斷點 好像沒有遇過 同時兩班車都停在這邊 台鐵啟動加入到大午的公車接駁 但七五四次菊光號 位在電車線斷電區間無法掉車 有300人必須在方野站等待路線開通 台鐵極力搶修 終於在晚間七點通點復始 但一共影響十四列次 旅客3444人 只不過南迴線電氣化才通車三個月 結果出包主吊線段落 故障將近四小時 台鐵再多的道歉 恐怕都換不回旅客的寶貴時間 記者屏東綜合報導 剛剛嘉義這個留言跑得超級快 有沒有看到 這個畫面跑得超級快 來 我們點點名一下 哈囉 嘉隆 哈囉 王岐盛 還有李晶葉 陳曉如 以及吳翠雪阿虹等等的 Kelly Chan 陳以萱跑好快 蘇建峰 陸藝士 佳龍 佳龍怎麼洗板洗那麼多次 小龍蝦 許方舟 Alice還有Janet 還有裴曉媛 陳美原住民等等的 大家都好熱情 接下來一個小時 請維持這樣的熱度好嗎 我們今天要到晚上的12點 明天不用上班 來繼續看到我們的新聞了 長次號擱淺在蘇伊斯運河的搶救作業 有重大進展了 船出荷蘭救援團隊派出了 西式的挖泥船 以每小時可以吸出 2000立方公尺沙土的速度 讓整個船頭清運的作業 可以大致完成 而日本船東陣容棄船公司 除了鞠躬道歉之外 也訂出了目標 希望可以在今天的晚間 也就是現在這個時候 就可以讓長次號來順利脫困 長龍護輪長次輪擱淺 救援工作持續進行 蘇伊斯運河管理局也公佈了最新畫面 職業救援團隊分秒必爭 想方設法要協助長次輪脫困 而經過連日的努力 傳出船頭的清潔工作已經大致完成 預計要挖出2萬立方公尺 泥沙的作業也已經完成約87% 進度能超前 主義是有秘密武器出動 不再只靠小怪手挖掘 荷蘭精英救援團隊緊急調來 這一艘西式挖泥船 以每小時吸出2千立方公尺的沙土 快速排除大量淤泥 不止荷蘭團隊 試圖修補中東關係的土耳其 也願意出動大型搜救船 要協助拖出長次輪 就連美國也表態願意出手相救 家具業者IKEA就警告 商品供應鏈可能因此受阻 面對全球貨運癱瘓危機 俄羅斯則是趁勢宣傳北海航線 強調而讓前往亞洲港口的西方船隻 縮短15天航程 在蘇伊士運河無法通行下 無疑是另一條可供選擇的替代路線 記者綜合報導 哇 你看呢 過了一條新聞 大家留言還在跑耶 另外呢 我們要特別謝謝董內 謝謝樹吳宇 他說 我約辛苦了中天蝦游 董內300元 感謝你的贊助 另外呢 還有王俊文 還有李佳琪 沃倫 還有KR 新家瑋 張榮 大家呢 金群 金群我點到你了 胡椒 大家都還沒睡覺 繼續我們呢 要來關心新聞重點 剛剛呢 講到長榮嘛 長榮海運的貨輪 又發生意外了 這是發生在27號 就是今天中午的時候 有一艘N6碼頭出港船 長雅輪 他的煙囪撞到了喬氏起重機 而嚴重的變形了 第一時間這長雅輪被撞 沒有人員有大礙 確認安全無魚 使離了安全台北港 也是在定原定時間 在今天下午2點12分的時候開航 長榮就強調 並沒有卡住台北港兩個小時 而根據了解 長雅輪也是長榮乘租的大型貨輪 它的長度是400公尺總頓 2萬多公頓 跟這一次在蘇伊寺運河擱淺的 長次輪是同等級的貨輪 等於長榮海運而言 最近真的是貨不擔心 講到船 來 帶您關心到這個 同樣也是相關 在高雄期間 今天上午11點中 出現了翻船的意外 全新有沒有看到 700噸的遠洋漁船 它才剛舉行下水儀式之後 滑軌一下船 結果突然這個船聲 就嚴重的往左傾斜 一度非常的接近水面 整個都快要翻過去了 嚇得這個圍觀民眾 原本從掌聲變成尖叫聲不斷 抽上直播的外籍船員 還有也放聲大叫聲嚇死了 還有人是用擔掌的撐住重心 避免滑倒 所幸最後船上10人都沒有受傷 但是原本預計 4月出港的作業計畫 就已經嚴重延避了 損失可以說是難以估計 挑好良辰及時 全新的700噸遠洋漁船 鞭炮聲後滑軌下水 沒想到幾秒鐘後 全場鼓掌聲變成尖叫聲 船聲瞬間往左傾斜 一度貼近水面幾乎快要沉下去 驚險瞬間讓大家傻眼 船上直播的外籍船員 手機畫面頓時天旋地轉 嚇得他放聲大叫 魚船失去重心往左倒 船上人員站不穩 統統用單腳撐住不斷求救 附近小船連毛接駁救援 索性船上10名員工沒有受傷 他行鞋之後就把他拖到岸邊 對 在岸邊那邊 他都沒有人員收到 上午11點10分 這艘盛繁188號 原定下水典禮過後 4月出港作業 但疑似下水時壓重沒有壓好 才會整個歪過去 現在還得拖回造船公司重新上架 不但拖延了出港時間 損失也難以估計 造成一個不明原因的一個傾斜 看到船師傾斜之後 我們馬上在現場立即 實施警戒救護 船身傾斜原因 高港局表示還要進一步釐清 但聖盤188號 一下水差點變成台版鐵達尼 也按圍觀民眾說 感覺怪怪的 真的把驚嚇滿載而歸 借吳國珍高雄報導 來 繼續帶你來關心這個棉的問題了 最近跨國品牌 包括H&M Nike等等的 陸續都宣佈了要拒用新疆棉 並且稱這個新疆棉 有強迫勞動的這個情況 隨後就馬上就惹怒了 大陸的官方還有消費者們 反而遭到了抵制 如今這把火還燒上了演藝圈 包括了誰來看到這畫面 有彭于晏 歐陽娜娜 還有陳毅等人 超過有十多位的藝人都火速 發聲明宣布要來解約和品牌 來進行切割 並表態支持新疆棉 不過藝人的切割 卻隨即遭到了網友出征 讓風波可以說是越演越烈 H&M宣布聚用新疆棉 在大陸掀起抵制浪潮 而且世界越演越烈 不但曾經表態過的國際品牌 也被捲入風暴中 這把火還燒向了演藝圈 首先是代言H&M的大陸藝人 黃宣宋茜 第一時間就發聲明 表示和H&M已無合作 極力澄清和品牌沒有關聯 避免掃到颱風尾 接著一個晚上 演藝圈眾星接力發聲明 宣告節約 包括了楊密 易陽千禧 王嘉爾 Angela Baby 以及和品牌 已經有十年情的歌神陳奕迅 其他還有彭于晏 張鈞宁 張逸馨 歐陽娜娜 以及錦博然 妮妮等十多位藝人 都透過經紀公司或工作室 火速切割原先代言的品牌 因為演出電視劇《想見你》 紅刀對岸的許光漢 在大陸也有代言 新疆免事件爆發後 他則透過大陸經紀公司 一次終止與Puma Kelvin Klein的合作 結果隨即遭網友出征 灌爆他的粉絲頁 有人說 拜拜許光漢 謝謝你曾帶給我的快樂 還有網友直言 尊重你的選擇 但請你不要回台灣用健保 不過也有網友替他還假說 和經紀公司畢竟有合約 綁手腳 並不是所有事情 都能夠一個人決定 現在美國及其幾個西方盟友 又將黑手 伸向了新疆 伸向了新疆雪白的綿緩 污衊新疆存在強迫勞動 強制捷御 甚至種族滅絕等 耸人聽聞的罪行 並以此為由 對中方有關機構和人員實施制裁 針對新疆棉風波大陸外交部26號下午再度出面 召開記者會大動作放影片反控美國是蓄意破壞大陸穩定 我剛才呢放的這段視頻 我也跟你們講了 是當年參與了策動伊拉克戰爭的美國前高官親口承認的 他們駐軍阿富汗美軍 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新疆有2000萬維吾爾族人 那麼他想破壞中情局想破壞中國的穩定 最好的辦法就是製造中國的動盪 美中角力戰銷到新疆棉花田各大廠商的股價也受到拖累 3月26號H&M下跌1.84%至202.7%瑞典克朗 Nike股價跌3.44%來到128.64美元 Adidas狀況最糟暴跌6.10%至261.8歐元 若風波持續向外擴大股價恐怕還有影響的可能 解譚若宜 綜合報導 除了剛剛說的那些藝人之外 包括了天后蔡依林 近來也頻頻的被大陸網友點名 點名什麼 要表態 逼她趕快跟撲馬來進行切割 儘管酒令近日來了低調沒有回應 但是明天將要開賣的 五場台北小區站演唱會 這個海報已經悄悄變了 怎麼說 你看原本的贊助商是有撲馬的 但是 但是 馬上一換變成了沒有撲馬的 悄悄的被拿下來了 而根據老姐撲馬公司就表示了 這一次的加場演唱會 他們是收到贊助邀請的時間 比較臨時 雖然說贊助的內容合作 後來都持續在討論當中 但是因為年度的活動預算 已經底定了 所以沒有辦法臨時來調整挪動 所以才會忍痛的拒絕 這個是他們公司的一個說法 希望可以讓這個可以繼續贊助 怎麼樣 但是他們沒有辦法的 好 講到這個新疆棉 風波可以說越演越大 你看知名的國際品牌 也陸陸續續的宣布停用雷 引發中港台的藝人紛紛表態 要來跟這些禁用新疆棉的品牌 來進行解約 現在台灣的總統府發言人張東涵 他出席活動的時候 也向那些表態支持新疆棉的 台灣藝人喊話 他說公眾人物都有一定的影響力 重視人權是普世價值 我們聽一下他今天下午的最新說法 我想北京當局應該要盛思 民族主義或者愛國主義 都是民間社會很素樸的情感 但放任這種情感 像民間企業或者組織來施壓 沒有正面的幫助 也無助於讓中國成為 所謂的負責任大國的目標 回歸事件的本質 我們也希望北京當局 我們也呼籲北京當局 能夠正視維吾爾族人權的議題 我唯有停止壓迫 我才能夠化解國際社會的質疑 才能夠化解對立衝突 至於剛剛問到 有一些演藝人員表態 我想如果這是出自於自主的表態 那是因為他們活在民主自由的台灣 如果是因為被迫的表態 那是因為他們身在沒有民主自由的中國 民主自由是台灣人民可以充分表達意見的原因 那得之不易的民主自由 也是我們堅持守護台灣人民的生活方式 我想昨天文化部長李永德 在立法院備詢的時候也有回答到 我們當然都希望人權是一個普世價值 那普世價值應該每一個人都要來共同的珍惜 也共同的捍衛 我們持續關心新疆棉引發的連串爭議 現在前外交官借文吉他也出身了 他認為整起事件其實是美國為了要打擊大陸的政治動員 其實跟人權是沒有關係的 詳細說法帶你一起來掌握 主要是美國要挑起大陸的內部矛盾 因為維吾爾他有兩個矛盾可以挑 第一個他是少數民族 第二個他是回教徒 所以美國的策略就是要挑起大陸內部 尤其新疆地區的種族矛盾 加上忠孝矛盾 所以他這跟人權一點關係都沒有 人權只是個藉口 我們說得很直白一點的話 我覺得新疆的人權 比現在美國的人權狀況還好 美國你看亞洲人走在街上就被人家 就被人家打被人家羞辱對不對 然後前一陣子亞特蘭大一個白種的年輕人 白種白人至上主義的年輕人 不分親和照白帶著一個步槍 自動步槍就連殺了八個人 其中六個都有亞洲人 你看現在美國的紐約也好 舊金山也好 芝加哥也好 亞裔社會已經沸騰了 他們是性命不保 而且隨時會受到羞辱 他們是百分之百的美國公民 他們很多是第二代 第三代的美國公民 美國自己的狀況 不要講亞裔了 黑人的話幾百年都是這個狀況 印第安人已經被他們殺得差不多了 那才叫種族滅絕 才叫genocide 所以我覺得講新疆人權 就是純粹是一個幌子 基本上就是要去挑撥 中國大陸內部的民主矛盾 加上宗教矛盾 希望中國大陸產生內亂 然後不攻自破 好 可以看到 看到這邊很多網友都表達自己的看法 當然對於這個新疆棉花爭議 引發的東西方互相制衡 這只是錢菜而已 如果想要知道 最到位的國際時事分析 最精準的國際趨勢解讀 請趕快立刻訂閱全球大視野頻道 這個是中天新聞張開的頻道 等於是中天的國際頻道 請大家立刻訂閱 按讚 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 可以到中天的電視頻道的首頁 找到最底下有一欄 頻道精選 第二個LOGO就是全球大視野頻道 記得點擊進去 進入全球大視野頻道首頁 在畫面的右上方有一個訂閱鍵 點下去之後再開啟小鈴鐺 選全部通知就完成了訂閱 更棒的是 是你有多瀏覽頻道影片 記得要在影片這個下方 按讚 留言 或者是幫其他的正面留言來按讚 都可以幫助到中天 趕快幫大家 來 大家衝一波訂閱 全球大視野頻道好不好 全球大視野頻道 你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了嗎 有沒有繼續 剛剛照我剛剛說的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分享出去了 因為我們其實除了很多 國際的議題之外 接下來帶你掌握到了現在 國民黨的兩岸路線 他們一度是被視為2020總統大選 敗選的這個原因 而就在今天的時候 前國民黨主席洪秀柱 是舉行了互憲保台的論壇 就兩岸論述來邀請參與黨魁的者 來與會 包括了前新北市長朱立倫 還有中廣董事長趙少康都有出席 而其實朱立倫出席他覺得很酷喔 因為他任內是一度引發了換出風波嘛 所以呢今天兩個人同台 也成為了另類焦點 這邊第一位的是外面號稱 跟我有不共戴天之首的朱立倫 黃秀柱這一介紹朱立倫好尷尬 只好站起來主動討報是善意 不共戴天之首 這個真是有原因的啦 那來吧 藍衣大咖自嘲換出風波 齊聚敏恩仇 炮口對準 民進黨 民進黨跟我們不一樣 他也可能是希望兩岸整理 但是他希望的是對抗 而不是對話 為什麼呢 因為他可以從中奪取他的政治秘密 要兩岸對話 趙少康重申兄弟論 喊上兄弟保百年平安 我會像這樣主張的了 兩岸之間本來就不是敵人 不料這一席話 立刻被在場媒體踢館 趙少康也沒在怕 所以為了和平 我們要喊他們一聲大哥 抱中國大腿 我喊你大姐不是抱你大腿 就是說這兩回事情 國民黨自己要檢討的地方 國民黨為什麼說兩岸認數 讓人家看不清楚 是長期以來 國民黨放棄了自己的話語權 話語權丟失了 隨波逐流 人云亦云 人家說什麼你跟著什麼 被視為藍營黨魁爭奪前哨戰 洪秀柱 趙少康 朱立倫難得同台 要辯論出藍營的兩岸論述 也判慰台灣找到出路 記者張張鵬陳靜以台北參謀報導 這位網友你在考我你的名字嗎 有夠長的 BENCHE 這位網友謝謝你的斗內 斗內了港幣的25元 他說最近才開始看台灣新聞台 中天的女主播都比較長眼 謝謝你 好 繼續看到了 前週到馬英九在今天前往 到了台南探視 因為大陸鳳梨禁令 而受害的鳳梨農友們 重炮抨擊 民進黨政府嚴重的雙標 把ECFA當成是糖衣毒藥 現在卻捨不得放棄了嗎 希望蔡政府可以多多聽聽 農民的心聲 蔡總統上了之後 他不是還有一個新南向計劃嗎 結果現在計劃實施了五年下來 我們外銷反而減少了 但是跟大陸反而增加了 他現在外銷到大陸的 跟香港合起來 不是40%了 是43%了 如果是我的話一馬馬五 心中賣台 舔共 對嗎 對嗎 但他呢 他賣的比我們還多 他有沒有舔共呢 我就想說他們都是雙標 而且各位都知道 我們之所以跟大陸有這些協議 是因為在 我們在2010年的時候 跟大陸簽了一個 兩岸經濟合作價格協議 在這個協議當中 有一共23個協議 我們那個時候 各位不知道知不知道 2010年我們要簽的時候 蔡總統說 這個是糖衣毒藥 有毒的 如果我們簽了 會害死台灣的經濟 可是去年啊 剛好滿10年 他們很緊張 很怕大陸要把它廢掉 因為按照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定 像這種啊 架構協議 你在10年內 要把所有的關稅減量的問題都談完 可是我們民進黨殺了之後呢 沒有台灣的部分 他根本不去談了 他就是靠著這個就夠了 所以他現在 常常跟大家 你看我們台灣的經濟多好 是20年來最好的 我們出口多好 都是靠著ECFA 大陸也生產風力 海南道也生產 別的地方也有啊 所以這是一個長期的問題 一定要透過兩岸的協商來解決 可是我們的政府 就是不願意跟大陸協商 想盡辦法去戳牠 去打牠 就是不要跟牠談 這個是非常非常不合時宜的 我非常支持我們的農民 但是要用正確的方法 不是鼓勵 大家多買點回家吃 我們能夠吃多少 也不是說去銷到一個 平常我們不去銷的地方 他人家不一定需要我們 我們生產的成本 可能比人家還高 這完全不符合經濟規律的事情 做多了只有害我們自己 所以我只能說是嚴禁如此 希望政府能聽聽農民的心聲 改選耕艙才是正版 講到民進黨雙標 當然也不是一天兩天 雙標非常非常嚴重的 還有這一樁事情 國民黨齊席成功了 立法院通過了疫苗採購 調閱小組提案 結果遭到民進黨強力的反彈 在這個攻防的過程當中 民進黨立委陳瑩 他竟然直接嗆 國民黨立委陳昀珍說 我也搞不清楚 你到底是男的還是是女的 這個涉嫌對陳昀珍 已經是進行人身攻擊了 現在當時的這個現場 立委一片嘩然 網友也呼喚了 綠營女圈都是范雲 你在哪裡 又不見了嗎 民進黨婦女部人 又在哪裡 不要再雙標了 不要再睡了好不好 而且他們也翻出了 陳瑩歷史 原來他曾經出任 民進黨婦女部的主任 結果怎麼會像這樣子 連一點的性別觀念都沒有 這個根本就是台灣 性別史上最大的笑話 我也搞得清楚 你到底男的還是女的 我不聽到 沒關係 我是人是女的 沒有 一個句話是學他講的 沒關係 沒有 疫苗第二小組委員會通過 民進黨卻不認帳 曾經擔任民進黨婦女部主任的陳瑩 還在國會嘲諷女性立委 我自然自覺這件事情 是不能表決的 對吧 就像一直都是不能用表決刪除的 這個是一個事實的認定 不是價值的判斷 雖然當時人不在乎 但同黨同志可聽不下去 這太離譜了 已經在21世紀今天的台灣 如果用這樣子的言語去傷害任何一位朋友 任何一位台灣人都不應該的 這樣子的發言可能不是那麼妥當 我們不希望說在立法院的工房 有任何這樣的人身攻擊 網友通批這就是赤裸裸的人身攻擊 還呼喚女權鬥士范園哪裡去 難道顏色不同就不用姓平 道貌黯然譴責別人貶低女性 民進黨婦女部又睡著了 雙標檔不意外 我也搞得清楚 你到底男的還女的 我不知道 從王定羽同居風波到定羽公事件 民進黨婦女部一片靜悄悄 到底是裝睡的人 叫不醒還是姓平也分顏色 只要是綠色一切都能原諒 這綜合報道 支持中間三步驟 請你跟我這樣做 看完影片記得在影片下方 按讚跟留言 幫底下正面留言按讚 分享給所有好朋友們 每支影片您都做滿 三步驟就會讓中間新聞更強大 三步驟來做好做完了嗎 我們看到現在還有1.3萬名 網友跟我們一起在線上 來點點名時間到了 路過的會議 哈囉 還有誰 楊梓華 歪路 有夢最美 雷鳥 還有好多 路過的米粒 等等 踢踢望 馬上進來一個斗內 玉山古天樂 她說寶寶女生 最可愛文藥學妹 一定要來暫殺一下 她說她從今天早上 9點從玉山開車下來 聽到現在好累 來 繼續聽 還有最後半個小時 接下來帶你關心到的是這個醫護 陸續已經施打AZ疫苗了 結果這個不良心 不良反應居然也跟著增加了 連續三天都發燒的比例 是達到了8.7% 4例是有嚴重不良反應 除了發燒 還出現了包括了呼吸異常 還有胃寒以及心跳加速等等的 甚至還有人出現了 暈絕 發燒不退 嬰兒住院 一天之內新增不良反應就有13例 26號新增13例打完AZ疫苗出現不良反應 當中有4例屬於嚴重事件 一人接種完當天 呼吸急促心跳110下 腹部前胸部紅疹 第二例打完當天出現發燒胃寒呼吸急促 隔天安排住院觀察打點滴 第三例3月22號打完疫苗後 過了三天持續發生 注射部位會疼痛還會胃寒 開始呼吸急促 因此掛急診安排住院觀察 只有8.7%的人會在這個發燒人持續三天 所以這個並不常見但是也會發生 罕見的還有第四例 本身有心率不整 暈絕相關病史 3月25號接種完疫苗 隔天早上就感到疲倦 上班出現了暈絕的狀況 十幾分鐘之後就恢復 有這樣的情況因此住院觀察 27號早上已經出院恢復2號 是心陰性的暈絕呢 還是說是神經性的暈絕呢 後續還會在醫院安排一些相關的檢查 不過我們的疫苗其實沒有導致 這個暈絕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總計全台有27件打完疫苗 出現不良反應 而疫苗施打人數26號增加了2136人 是本週最高 總計有9232人接種 施打醫院也新增15家 總共有87家 已經配送了57900劑 疫苗如火如荼開打 就是希望有保護力 但國外有研究發現 接種完依舊不能排除被感染風險 報告指出德州大學西南醫學中心 8,121人打完疫苗 仍然有4人染疫 另一項研究有14990人 在完成第二劑的輝瑞跟莫德納疫苗接種後 超過兩週卻還是有7人感染新冠肺炎 就不是百分之百的這個保護效果 不過對於降低重症跟死亡 還有住院這些都會有很明顯 大概各個疫苗廠都有報告 大概都有九成甚至有到百分之百的這個效果 新冠病毒狡猾多變 就算打了疫苗挺過副作用 也不代表真正能一勞永逸 面對疫情還是得謹慎再小心 記者陳正茂和珍宇 台北報導 而想到防疫 這個邊境的鬆綁 是露出曙光了 指揮中心就研議 未來施打各國的疫苗 包含大陸製的疫苗 入境之後只要驗出抗體 只需要7天的居家檢疫 此舉雖然是有人指揮 以國人健康來換取政治籌碼嗎 指揮中心就表示了 不買大陸疫苗的政策並沒有改變 希望讓海外只能打 錄製疫苗的人有一條回家的路 不過到底什麼時候開始實施呢 還要克服要進行的 所謂的抗體檢測的技術困難 一起來看 國內疫苗開打了 構成群體免疫 還有一段路要走 但是爭議已久的疫苗護照與邊境鬆綁 指揮中心有了新的方向 只要世界衛生組織認可疫苗 包含錄製疫苗 檢疫7天體內有抗體即可出關 若抗體不足 仍要維持居家檢疫14天 這樣的做法有媒體質問 是把台灣民眾的健康 恐被當成政治籌碼 台包中的國家 有採購中國疫苗的這些國家 它提供的也許就是中國疫苗而已 那這樣打的這些疫苗的人呢 要讓他有一條回家的路 眼前世界防疫的態勢是 歐美的疫苗難以取得 大陸疫苗自從宣布自製疫苗為全球公共財後 向45個國家承諾提供至少5億劑疫苗 主要的三家疫苗廠 科興國藥康希諾 已經取得多個國家的緊急授權 並分別進行三期檢驗 指揮中心在考量邊境鬆綁時 不得不面對包括大陸台商以及海外僑胞 只施打大陸製疫苗的客觀情況 可能我們就只會作為一個參考 我們不會用這個參考來認定說 它入境就可以不用居家檢驗 到時候還是會有一些SOP會出來 拋開政治因素防疫安全與科學標準 是優先考量 施打包含大陸在內的各國疫苗後 還得通過抗體檢驗這一關 抗體檢驗困難點 若疫苗針對S蛋白產生作用 抗體檢驗驗到S蛋白及檢測成功 若驗到其他蛋白則沒有意義 因為疫苗設計和抗體檢驗需目標一致 部長的想法是說有一個 第一階段小規模的 這樣的一個解封的方案在討論 目前都還不成熟 所以他要檢驗的項目 就不只有PCR而已 他還要在檢驗這個抗體 譬如說他有抗體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能夠對這個人 對他實施這個居家檢疫的一個放寬 若疫君指出要搜集國內外資料 由專家小組研發組討論 努力突破抗體檢驗的技術重圍 藉城市亮相與台北採訪報導 好 特別的來點點名再抖內 感謝一下 我們謝謝Hunter他說 捍衛言論自由只剩中天 文悅主規看不到的中天工作人員 大家辛苦了一定要加油 然後抖內75元 謝謝你 那麼剛剛因為點點名了一下 現在網友也在說 訂閱我 訂閱我 我們謝謝看到吳月豐 還有林甜甜 吳彥祖 太陽吳彥祖 今晚來點林月華愛玉冰小菜 大家都還在 很棒很棒 繼續來看到了 講到這個疫情 墨西哥的疫情是越來越嚴重了 新冠死亡人數突破了20萬人 已經成為了全球的第三多 但是專家就評估了 當地篩檢的人非常的少 實際的死亡人數 恐怕已經接近30萬 此時竟有研究人員異賞天開 研發出只遮住鼻子的鼻罩 號稱可以在家吃飯的時候 來佩戴 被網友笑恨像小丑 大面積挖掘土地 埋葬新冠死者一整天 幾乎都沒停過 墨西哥疫情嚴峻 死亡數飆破20萬人 成為全球第三多 僅次於美國和巴西 但是墨西哥當地檢測數量低 專家懷疑死亡數字 恐怕已經接近30萬 墨西哥已有大約600萬人 接種新冠疫苗 施打的大部分 都是大陸科興和國藥疫苗 但有近半數的人 不願意或不敢接種 面對疫情嚴峻 當地研究人員竟然發明 造型奇特的鼻罩 餐桌前脫下口罩 竟然露出有如小丑鼻子的鼻罩 嘴巴暴露在外煞有其事的 大口吃餅乾喝咖啡 完全沒在怕 似乎真的以為口沫 就不會因此噴濺 墨西哥疫情沒好轉 但美國野心嘎嘎 有超過15000名難民兒童 試圖從墨西哥進入美國 收容所設備簡陋 全部聚集在一起 目前收容所已有至少 528名兒童染上新冠 而根據統計 從去年3月以來 已累積3715名兒童難民確診 不只擔心他們非法入境 更害怕 他們把病毒也跟著帶進去 記者綜合報導 同樣來關心國際焦點了 北極的軍事角力戰越演越烈 俄羅斯海軍公布了一段畫面 首次有三艘的核潛艦 在北極演訓 同時破冰而出 這個畫面是相當壯觀 而這三艘核潛艦 估計可以攜帶200枚的核彈頭 俄軍大受軍事肌肉 也是明顯地堅持美國 天寒地鬥北極厚厚的冰層 突然出現裂縫 這是俄羅斯海軍的核動力潛艦 直接衝破冰層浮出水面 聲勢驚人 但更壯觀的場面還在後頭 一共三艘核動力潛艦 保持了半徑300公尺的範圍 同步前進上演北極破冰秀 展現在惡劣天氣條件下的作戰能力 這是俄軍執行北極遠征行動演訓的最新片段 三艘前艦核技可攜帶200枚核彈頭 威和意味相當濃厚 不只前艦作戰 兩架米格31戰機也飛越北極點 進行空中加油訓練 另一頭北極機動化步槍旅士兵 則是在涉事零下30度的低温下操演 俄軍在自家的北極後花園 大受軍事實力明顯見直美國 而美軍也不是省油的燈 近期也聯合加拿大在北極舉行大型防空演習 包含B1B超音速轟炸機 F22引擎戰機都加入演訓 回應俄羅斯大規模軍事動作 兩國在北極的軍事角力戰更顯白熱化 雖然軍事上形成對峙態勢 但消息指出美國總統拜登依舊會邀請俄羅斯總統普丁 參與線上舉行的氣候會議 會議上有盟友也有對手 拜登與普丁的互動格外受到矚目 記者綜合報導 而今天呢27號就是緬甸的軍人節 軍方上午在首都納比多 舉行了高調的閱兵 同時警告示威者如果上街將格殺五輪 來 大家有沒有聽到 可以聽到那個軍人殺紅了眼 仰光街上槍聲大作 有示威者不幸中 但立刻被抬往醫院來救治 街頭的氣氛相當的肅殺 而據傳仰光一個下午 至少就有50人命喪槍下 先前軍方就曾經警告 如果上街抗議 將從背部還有頭部來射殺 事實上從2月1號政變至今 至少已經有300人死亡 3000多人而遭到逮捕 而且有四分之一的死者 都是被打爆頭的 可見軍方鎮壓是毫不手軟 接下來讓你看到埃及 埃及南部在昨天是發生了 兩班列車的對撞事故 造成至少32人死亡 165人受傷 而這個撞擊的瞬間 畫面也曝光了 有關當局的初步調查顯示 前方列車緊急剎車 疑似被人按下了 導致後方的列車 殺不住才會直接撞傷 火車慢慢停下來 後方列車高速撞上去 現場掀起大量塵土 強烈的撞擊力道 導致前方列車脫軌翻覆 大量煙霧瞬間瀰漫整個畫面 民眾哭天喊地 不斷呼喊有沒有人可以幫忙 許多人打著赤腳 不顧自己的傷勢 在扭曲變形的車廂內爬上爬下 現場宛如人間煉獄 其中一節列車翻覆 另一節被壓的底下 許多人驚慌到手足無措 由於事發地屬於郊區 救難人員根本無法及時趕到 民眾只好自立救濟 一些人用手撐住車頂 其他人用電鑽敲開壓扁的車體 列車成了一團廢鐵 附近居民聽到巨大的撞擊聲響 全都出來查看 眼見傷者實在太多 儘管沒有大型機具協助 大家都想盡一份心力 徒手把傷者救出來 這期火車對撞意外 26號發生在埃及南部大城索哈郊區 當局初步調查後指出 有人按下緊急剎車 另一班火車閃避不及 才會直接撞上 由於傷者實在太多 當局把醫療團隊直接派到現場 希望盡可能挽救更多性命 由於埃及鐵路系統老舊 經常發生死亡事故 讓民眾痛批 政府毫無作為 才會讓悲劇一再重演 記者葉立委綜合報導 看廣告就是支持中天 請大家多多支持唷 台灣有好多聰明的發明 而這些產品正在改變 很多人的生活 你還沒去上進度嗎 還是你沒有時間去挑貨呢 沒有關係 冬天直播每個禮拜三 每個禮拜五下午4點到5點 捲捲頭挑貨 來 馬上再謝謝斗內 今天斗內好像滿踴躍的 古天樂 玉山古天樂 他又斗內騎鼠原 他說 來 跑到哪裡去了 玉山古天樂他剛剛有說 斗內了 再次斗內 然後說文岳加油 挺你到12點 繼續 繼續 尤其現在要講的 跟大家也很相關了 大家要特別注意了 因為在4月6號之後 台中還有苗栗地區 就會開始實施 公五庭二的限水措施 除了民生用水 首當其衝的 還有靠水為生的游泳池業者了 部分的私人泳池 準備要縮短營業時間 來限制泳客 只能洗10分鐘的戰鬥 早上辦法來苦撐 但是有業者決定 直接歇業 等到旱災結束之後 再做打算 假日的游泳池裡帶著小孩各聚一方 有的玩水 有的練習 游泳訓練班教練 晉升指導 自由式踢水 小朋友賣力的滑 游泳池內還會有國手加入 每天 不論是游泳的話 大概三四個小時這樣 被稱為天才少女的游泳國手 林佩文 是國內挖室記錄的保持人 2016年曾經參與里約奧運 最近為了爭取冬奧資格努力 但公五庭二的限水令一出 也讓選手們有點焦慮 要舉辦冬奧嘛 所以我們一直都是在為 選拔資格做準備 對 那因為最近 就是缺水的關係 所以其實游泳池的水位 其實也不高 中南部水情吃緊 台中的游泳業者 除了縮短營業時間 還自主調降了水壓跟高度 連怪洗都採取戰鬥澡的模式 洗澡不超過10分鐘 或乾脆請民眾回家再洗 能做的都緊張做了 但4月6號開始的公五庭二 對他們更是進一波的打擊 由業者打算直接歇業 在4月6號可能會宣布說 是不是要停止這一塊 那在受教這部分 我們會持續讓他繼續 我們這裡也繳全年的 政府的水少一點沒關係這樣子 直開放選手進場 也引起其他泳客反彈 業者很無奈 再不下雨 可能面對一波泳池倒閉潮 在台中綜合報導 今天網友真的好熱情 看了現在已經11點40分了 大家還在狂刷留言 我們看到 朱熟之一還有黃元志 愛玉斌還有米粒也在 葉大雄也還在 接下來繼續關心到 剛剛講到這個旱情的問題 跌日降雨當然還是沒有辦法 舒緩中南部的水情 現在南投日月潭的水庫 水位是持續的下降 蓄水率是創了新低 湖水乾枯見底 過去的湖光山色 現在是看不到了 取而代之是滿地的清脆草地 民眾驚呼 這不是日月潭 更有人開玩笑說 日月潭永度不能辦了 要直接改辦馬那松了嗎 從至高點往下看 地面上鋪著翠綠青草 周圍點綴著低矮防射 一旁還有擱淺的船隻 這不是什麼 一世而獨立的山中小村莊 而是日月潭地 哇 太扯了吧 日月潭變成大草原 龍鳳宮附近 潭地長出大片青草 實際走近一看 原本載服載成的浮動碼頭 卡在地面上 和過去湖光山色的 絕美景致行程 強烈對比 上個月 二月中吧 上來還沒有那麼嚴重 就是有點傻眼 因為退了滿多的 民眾看傻了眼 因為日月潭真的豪肝 水位只剩下737.5公尺 蓄水率39% 創下歷史新低 沒水的湖面 張出大片青草 以前在念書的時候常常來日月潭 其實湖還有水上面都是滿的 大家第一次看到這麼空 民眾直呼這不是日月潭 有網友更開玩笑地說 今年湧度日月潭沒辦法辦了 直接改辦馬拉松 沒辦法還湖囉 就是還沼澤還是草原 水清拉警報 雖然中部偶有降雨 但進水量實在不多 汗象還是無法疏解 日月潭水位低下 也導致碼頭的隱橋過斗 有客搭船有湖 得翻山越� 好像在爬好汗坡 看一下 考量民眾安全日月潭宣布 4月1號會封閉 玄光昭露兩座碼頭 若後續水位有明顯回升 才會解除封閉 這連任兵楊金山景成 SG小組南投採訪報導 講到這個缺水的問題 請問一下我們蔡政府 做了什麼事情 中國董事長趙紹康 他26號找來了學者 還有前台北市長郝龍斌 針對了蔡政府八年的 8800億的錢瞻建設 編列了2000多億元 要來打造水的環境 投入了這麼多的公帑 人民迎來的卻是公武廷二 質疑這個錢都花到哪裡去了 我們來聽一下行政院長 蘇貞昌是怎麼回應的 錢花在建設上 每一分都是值得的 我們都是把建設留下來 建設就要及時 我認為幸好 我們當時提出 前瞻基礎建設的預算 前瞻計畫花了2000多月 去搞這個水 搞到今天還要公武廷二 不自己檢討還在那邊吹牛 我覺得實在沒有必要 你現在就是趕快 讓水看怎麼能好好的調配 能夠好好的運用 然後未雨綢繆 避免以後再繼續發生 而且如果是空煤的話 到底怎麼辦 我覺得他目前要做這個 不是趕快先謝則 說我三年就想到 我三年就想到 講這塊有什麼意義 一點也沒有意義 今天這個錢瞻基礎建設的預算 能夠在三年前通過 能夠用在抗水情上 所以才能夠加速的把毀翠水庫 接第二條水管到新北這個地區來 所以新北就很多市民 引用到毀翠水庫的水 同時也因為這樣 十門水庫的水每天 就二十萬噸送到新竹去 否則的話今天 以百年來最嚴重的不下營旱災 早已經限水 蘇貞昌院長特別強調了 準備投入1600億做硬體工程建設 包括水庫的加高 包括再生水的工程的進行 那希望用十年的時間 增加十億噸的水的用量 我想這個叫做林可絕景 這十年已經來不及 我們要的是今年 夜域飲水還在 這個抗旱水井 及早開化 就不是林可絕景 另外湖流水的開闢 還有海淡廠 也就是海水淡化 以及這個再生水的再生利用 這些都要花錢 但也因為有提早花錢 今天老天爺不長臉 水晴嚴峻的時候 我們還能撐得住 好 除了水晴的問題 日前的鮭魚之亂 也成為了話題焦點 業者推出了活動 名字有叫鮭魚的話 就可以免費吃壽司 不僅在台灣掀起了改名潮 甚至引起了外媒關注 只是改名的大多是 18到20多歲的年輕人 他們被稱為鮭魚世代 與其指責他們不如聽聽 這些年輕人到底在想什麼 來看我們的追蹤報導 就是吃個8千塊嗎 鮭魚之亂結束了 兩天吸引了300多人 改名叫鮭魚 就為了免費吃壽司 他們改名的大多 集中在18到23歲 我們才發現 原來吃鮭魚 是這個世代的夢想 我叫林高價鮭魚 男生收350 女生收300 那兩天我可以賺個1萬多 那我朋友一起來直接來吃 每次都不一樣的 我們預計今天就可以吃個3 4萬回來 家裡人知道嗎 不知道 希望爸媽不要看到這個而已 希望爸媽不要看到 媽媽看到了 他會把我念死 我就無家可歸了 現在是為了一兩百塊 就可以把自己的名字 跟對自己與自己祖先的一個關係 可以做這樣子的交易 我覺得實在是不可思議 這個東西沒有到那麼誇張 就是說什麼 就是毀中滅祖這樣子 沒有那麼扯這樣 這樣就無限上綱了 我平常沒什麼朋友 然後今天我就發這個 換名字吃免費鮭魚 然後就很多人來祕密我 讓我知道我原來還有朋友這樣 他們現在大概有很多就是 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以外 還有一個博一個出名 博出名 就是當時可以 突然就紅了 突然有好多記者來訪問我 那個老師點名的時候是不是 那個陳鮭魚 廖鮭魚 大家都叫鮭魚 這是就比較逗趣 那當然大家也是想說 身邊有沒有人真的去改鮭魚 我們可以一起去吃 老實講那個 我實在滿驚訝的 竟然有將近 有超過200個人 有200個人左右 去改名字為了吃那個 我實在是 把名字改成鮭魚 天啊 這真的滿奇怪的社會 其實 這不是一個可以值得鼓勵的事情 其實我真的滿無緣的 我是不會同意的 為了鮭魚去用這個 所以我會生氣 我會很活躁 可能會適合 會叫他改回來吧 鮭魚之亂 有人說現在年輕人 真不會想 不過我們發現有位大學生 他改名鮭魚 他也吃了壽司 不過他把省下的錢 湊成了1萬元 捐給社會上需要幫助的人 其實也是因為年輕好玩 然後也不是特別想說 要占壽司那便宜 要吃免費的 要吃個幾萬塊這樣子 就是一個取之於歸 用之於社會的概念 然後這邊就覺得說 獨居老人的部分 就是我覺得很多 因為像我的家 像我的阿公阿嬤 就會經常的就是來 問我說他吃飽了沒 然後什麼時候要回家看看他們 帶我賺很多錢 所以以後我一定不會忘記他 類似的活動如果下次還有 你可能會草原 沒有了 不行了 我不認為說就是 鮭魚世代就一定是 什麼沒錢沒願景 然後就是形容得很慘這樣 我覺得他還是有他的突破點 現在年輕人他們在意的是什麼 我認為就是有沒有跟上潮流 夠不夠潮 夠潮才是重點 他們是因為想要表現自己 想要圖選自己 能夠跟上現在這個潮流 鮭魚之亂代表著新世代 對人情世故和時事的看法 與其指責年輕人 不如看看政府有沒有給他們 一個有希望的未來 你最喜歡的主播隨時點點名 寶寶們 準時上線 準時上線了沒 來 三步驟做了沒 現在還有1.2萬網友 跟我們在線上 還有最後的10分鐘 來 最後點點名時間 來 謝謝玉以恆嗎 還是玉野 來 點你 點你 觀珊珊一匹也還在線上 那麼剛剛還有個斗內帶育人 謝謝你的斗內 中天會加油的 來 接下來 大家可以看到比較輕鬆一點點 明天就是假日了 阿里山的櫻花祭 現在燃緊 櫻王已經全部全株盛開了 一早就信了不少的民眾來朝盛 也讓阿里山的公路 塞了3.4公里 粉紅色的花瓣 還有阿里山小火車 景色搭配芳芙 就跟偽出國一樣 充滿了日本味 阿里山公路一早大塞車 車長綿延3 4公里 遊覽車自小客紛紛上山 就是為了看櫻王 櫻王盛開 粉紅色花瓣搭上藍色天空 看起來美不深收 遊客拿起手機相機狂拍 還有人看到櫻花美景 回憶起小時候 我小時候的時候 曾經來過阿里山 印象中櫻花非常的漂亮 那很久沒有來了 然後這一次特別來阿里山 看這個櫻王盛開 滿開的樣子 覺得非常漂亮 很感動 櫻花園區共有31種櫻花 總計3000多棵櫻花樹 而最有看頭的這一棵櫻王 也成了全場焦點 那一個場景更是攝影同好 必拍景色 阿里山小火車在櫻花樹間穿梭 讓人彷彿未出國 充滿濃濃日本味 特地來拍這個櫻花搭火車 然後這個景是非常特別的 受到疫情影響不能出國 國人沖國旅 阿里山櫻花季到花期結束 還有兩週時間 要一探櫻花英姿的民眾 可得把握時間 最後顧問這一報導 櫻花季沒有跟到沒有關係 帶你來彰化的二水 152縣道 圓泉斷旁 這邊有一段賞花的祕境 有30株的花期木 是緊鄰小火車的鐵道 一串串的粉紅色花會綻放 微風吹來 露音繽紛 形成了非常浪漫的花廊 夢幻的美景也引發了轟動 遊客專程來朝聖 手機 相機拍個不停 因為遠遠的看 這個花期木的粉色花朵 就很像櫻花 遊客大讚 不用跑到阿里山 就可以在平地欣賞美景 不時還有小火車通過 別有一番風情 講到在出去玩有美景 疫情之下 已經好久都沒有出國了 航空公司跟日本愛媛縣 來合作 推出類出國活動 首次飛到日本九州 還有四國的上空 從高空俯瞰這個美景 這回還特地找來有10年資歷的 導遊在上機解說 讓旅客重溫出國旅遊的感覺 類出國在出發這次前進日本愛媛縣 這是我第一次在飛機上進行空中的品酒會 一上飛機由旅遊師擔任導覽 就連機長也聊了起一搭一場 FIR在景點區的時候 我們有特地降到26000尺 讓大家比較能夠清楚看到地面的景色和景色 為了讓旅客更有出國感 飛機特別降低飛行高度 在愛媛縣上空繞行 知名景點清楚俯瞰 可是過去從未有過的旅遊經驗 我們跟愛媛應該是說合就很久 大家不要忘了愛媛 那我也希望大家呢 這個趕快祈禱呢 這個疫情趕快過去 日本愛媛縣位在四國 總面積只有接龍到苗栗的大小 這次飛行可以看到日本九州 陰島火山 阿蘇火山的壯闊山頸 現在看到的這個呢 通常是搭日本國內線的時候 比較有機會看到整個來湖內海 來島的海峽大橋 當然不能錯過 因為日本是我一個很喜歡去的一個國家 所以剛好有這個機會 可以到日本上空 然後做搭乱 時間有限 好像模仿其實 累出國體驗 看的吃的都很容易果敢 一趟五個小時最便宜四千遊走 價格划算嗎 看看旅客反應就知道 這是檢豐期日本愛媛縣採訪報導 飄過的周一正 他說呢 我約有濃濃的日本明星味 謝謝你囉 那接下來看到這個呢 還有什麼味呢 桃園市長 鄭文燦他的體重80公斤 也讓外界非常的驚呆了 有名嘴就貼出了 鄭文燦還有顏寬恆的對照圖 顏寬恆看起來比較瘦 但是體重卻是重了10公斤 崩潰寒 哇 以前的物理學都白學了嗎 展望也被問到體重了 結果跟鄭文燦也只差了6公斤而已 啦啦對正媒麥利康 看起來就快撐不住 但鄭文燦說不要擔心 他只有80公斤 還上體重機證明真的79.8 這畫面連蔣文燦都不太相信 跟外界原本的想像不太一樣 這些專家認為可能體質在低一點 可能會讓人感覺會更瘦一些 蔣文燦加入分析 畢竟這體重被質疑太不科學 看到嗎 79.8 看得好貴啊 明嘴驚呆崩潰讀書時學的物理都白學 這是73公斤的蔣萬安 再來是79公斤的鄭文燦 不過89公斤的顏寬恆 怎麼看起來都比鄭文燦還要瘦 顏寬恆說要瘦10公斤瘦成鄭文燦 但這畫面怎麼看都不合理 專家幫解答 因為相同重量的脂肪體積比肌肉多出20% 體脂高看起來就會比較胖 連勝文最有資格站出來說話 對對 我想均衡營養家運動 這是最重要的 減重多少公斤啊 20 從破110公斤 減到剩下90公斤 甚至人物體重大揭秘 疊破一堆人眼鏡 記者張昭黃成靜以台北 策部報導 來喔 花蓮的東大門夜市旁 有一處停車場 一輛轎車要離開 不走車道反而衝上了人行道 沿途衝撞四輛車才卡住停下 警方到場是駕駛還變成 這個車不是他開的 但是全身散發出濃濃的酒味 這個酒測值竟然是高達了0.99 是嚴重的超標 一起來帶領看 駕駛一踩油門 加速撞上前面的紅色轎車 接著倒退爐 再往前開 還是撞了上去 他到底在幹嘛 監視器拍下停車場 轎車閃著大燈 前後不斷瞧角度 不走車道衝上人行道 疑似是想從人行道 離開停車場 26號晚間 花蓮東大門夜市旁 這處停車場 不少民眾逛完夜市出來 整個傻眼愛車 竟然被撞得迷迷貌貌 這是你的車嗎 那你怎麼開人家的車 你先下車 看到警方鬥闖 男子一臉茫然 從駕駛座下車 竟還睜眼說瞎話 說車不是他開的 那我說車不是我開的 對啊 那我都在吊圈 我們先坐轉車 好不好 不頂狂爐似乎 還在醉全身散發濃濃酒氣 原警也發現 副駕駛座 擺著喝過跟沒開的啤酒 駕駛酒測值更高達0.99 駕駛自小客車上的行道後 沿途衝撞了四輛 其他人的自小客 遊客開心逛夜市 愛車停好好 卻無端被撞 雖然可以對這名駕駛求償 但旅遊的好心情 已經被破壞了 記者劉己嬌菜山花蓮採訪報導 夜明節猜毀的超好笑 他抖內然後說 這晚餐如果只有80公斤 那城駛只有45公斤 哇 真是太有創意了 網友 好 今天帶你看到這則 最後一則 桃園大林路在26號晚間 發生了殺人命案 有一個竊賊闖入民宅後刑窃 沒有想到剛好遇到了屋主兒子返家 兩人就發生了激烈的扭打 而這個竊賊竟然拿出 獄藏的水果刀 刺向對方的心臟 一名男子手提袋子 漫步走進巷弄內 看似相當正常 但他其實是一名竊賊 過沒多久 竊賊出現拔腿狂奔 後方緊跟一名男子向前追 但奔跑不到50公尺 男子倒地消失在畫面中 事發在26號晚間 9點多桃園區大林路 竊賊出現闖進民宅刑窃 結果被屋主兒子發現 雙方展開追逐搏鬥 狡猾的嫌犯還拿出刀蟹攻擊 刺進對方心臟 隨即逃逸 屋主兒子為了追逐嫌犯 忍著傷勢沿途狂奔 一路狂追 最後嚴重內出血倒地 傷重不治 警方擴報道場 在嫌犯住家逮人 但他態度不願配合 食口否認 最後警方查獲行凶水果刀 比對監視器和川卓 短短一天迅速破案 窗屋偷竊又殺人 全案將朝強盜殺人罪嫌偵犯 但為了保護家當追嫌犯 屋主兒子卻心臟中刀 對家屬來說悲痛萬分 記者柳志展桃園採訪報導 警方查獲行凶水果刀